大家好,我是轩一 本届航展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制的多个明星产品 精彩亮相,备受大家的关注 比如说我身后这个高大威猛的HQ-9BE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就是第一次时装亮相航展的现场 那为了能够带着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 我们此次航天科工二院带来的这些新的武器装备 都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我专门邀请到了咱们航天科工二院的新闻发言人 王文刚老师 王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大明星 好的 在我们旁边这款武器系统是红旗9BE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它是第一次以时装的形式在我们驻海航展上展出 它是一款远程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 能实现防空和反导的兼容 同时它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国土防空 也兼顾要地和野战防空 它的拦截的目标包括各种飞行高度的攻击目标 包括不常规作战飞机 隐身飞机 武装直升机 巡航导弹 空地导弹 以及具备拦截战术弹导弹 也就是TBM的能力 它的最远的拦截距离能达到260公里 哇260公里 这是一个很远的一个距离 差不多就是能大概如果是不是特别大的省的话 一个省或者是一个大的城市这样一个空域的范围 是可以的是吧 这是没问题了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地方这个上面主要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对空导弹 它到时候它是可以可以可以下来的对吧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现在呢导弹是起速状态已经是可以做好准备发射的状态 我们在行军状态也就是车辆行驶过程中导弹是停着放到这个上面的 这个整个这个车都有多重啊 整个这个车要超过30吨以上吧 天哪这能上去吗 是可以的 我好像还是挺轻松的 特别特别酷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你看是不是感觉我特别特别的高 我现在感觉我好像有点就站在差不多二层楼高的那样一个高度哈 俯瞰我们整个这个这个航展七号馆 我们是在这个七号馆里边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来七号馆看一下 然后大家看到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有什么区别 我们旁边这款呢是红旗十七亿风的 它是一个近程的 它的拦截的血距能达到20公里 我们边左边说 来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这个就是一个近程的 距离是20公里 20公里 有的就是如果不是军迷他可能会问了啊 这个肯定远程的好呀 这个还需要近程的吗 它主要是这样的 就是远程和近程 还有一些中组呢 主要是他们的作战的使命不一样 同时呢像这款它是 主要是用于野战伴随防守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我们这款红旗十七亿武器系统呢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 它可以实现行进间作战 也就是说一般的防御短蓝武器系统呢 要停下来 要停下来 它是一个固定的发射阵地 对 而我们这款武器系统呢 它可以在行进间进行发射 行进间搜索目标 跟踪目标 并且发射出导弹 用导弹来拦截这个我们空中的目标 这个好厉害啊 因为你想它在行进间的话 它这个它与这个目标的距离 是随时在变化的 对是这样的 那它怎么能监测出准确的距离 能够命中目标啊 所以就要靠我们强大的这些传感器 我们这个武器系统呢 有两部雷达 一后面这部呢 是搜索雷达 前面这部呢 是跟踪制导雷达 同时呢 我们还有光电系统 这些多型的传感器呢 能实时的来 这个搜索和跟踪我们的目标 同时呢 我们导弹发射去之后呢 我们的跟踪制导雷达 也能这个 这个捕获我们的导弹 并且给我们导弹 实时提供指令 引导着导弹飞向目标 我有个小问题啊 您看这个远距离的 它明显这个驾驶舱要高很多 对 是吧 然后咱们这个近距离的呢 就明显低很多 对 这个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首先呢 这个远程的防空导弹呢 它要这个 根据它的这个弹的高度长度 然后以及它这个仓内需要布置部署的一些这个 它的一些机柜来构成这一个车的一个 一个一个长度和一个高度 而我们这个进程的呢 它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布局的不一样 它可以选用合适的这种底盘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车呢 它的这个导弹是垂直放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弹仓里面的 它是垂直发射出去的 所以这样的话 选用这种合适的这个底盘 另外呢 它还有两部雷达 所以呢 它的这个整个的布局 我们通过合理的设计选用了合适的底盘 而且咱们常规来理解哈 你想它要在行进当中 随时要对目标 这个这个发导弹进行防御 那它是不是底盘低也更稳一些 是这样的 是吧 而且呢 我们这个 它的这个需要具有这个野战的能力 所以呢 它通过一些这种条件不好的路况 也需要保持它的这个作战的能力 如果太大太高 可能速度各方面就会略显笨重一些 是这样的 好的 领悟到了 领悟到其中的真谛了 我们这个对空的 还有对展程和进程的 您能不能再非常形象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这边 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控系统 是吧 怎么能给我们把整个我们大家非常就是想要了解的我们整个防空的这样一个防御体系 是怎么组成的 它们之间就是怎么配合怎么来作战的 好的 这个这边呢 目前呢 我们有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讲的是防空体系 我们从这张图里边就能看到我们这个防空体系的主要 这个防空体系呢 它呢有不同的波段有不同的频率 它有不同的它的功能不一样 而且它的探测距离也不一样 但是针对不同的目标 我们选择合适的地方 像眼睛一样它要先发现目光 第二类要素呢就是这个指挥控制系统 我们根据作战的需求呢 我们指挥控制系统它的通信指挥的距离也不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那个是指挥控制系统吗 对这就是指挥控制系统 就是我们的大脑 对这是我们体系的大脑 它用于接收雷达传递的信息 然后经过一些分析处理的判断 来整理出来哪些空中的目标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经过一些这个分析判断 来指挥挥挥挥这些不同射程的武器系统进行作战 第三个要素就是不同的武器系统 我们刚才看到了有远程的有近程的 当然我们还有中远程的中近程的 还有末端的等等 不同的武器系统它的拦截的范围不一样 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计较形象的看出来 每一个它的拦截的范围是一个火球体的这么一个形状 有大馒头有小馒头 对我们比喻成这个馒头图 这个是展示它的拦截的距离保护的面积和范围 很形象很形象 最后一个要素就是我们现在图上看到的这种黄色和蓝色的这种0101的数据传输 嗯 这个呢 就这个是吧 数据传输蓝色的 这种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有限的方式 无限的方式 甚至还可以用卫星通信的方式 有限的方式呢 我们通过电缆的连接 无限的方式呢 我们通过电台的传输 当然还有卫星的远距离能行等 来实现整个的把这个几个要素有机的整理在一起 这个数据传输相当于整个体系的学业 把这个整个的体系弹活了 所以说听那个王老师这么一讲 我们就整个的这个防空体系就是一个了解了 眼睛有大脑 有我们各个这个 拳头 对拳头 然后就是不同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 对 然后进行一个信号的进行传输来发达发指令是吧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个呢 它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防空体系 我们看到有远程的中远程的中近程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有效的这个这个不同层次的进行一个互相的补充 如果有目标通过我们外层了 我们进程的这个武器系统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 这是第一个 多层进行拦截 对 多层拦截 万无一失 对 然后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选择最合适的那个武器系统 去拦截那个最合适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 我们来的这个目标是一个威胁程度很高的 我们就要选择用中远程的在最外层把它拦截下来 如果呢 这个目标它对我们的威胁没有那么大 而且呢 它本身的这个威胁的距离可能不需要在远程就拦下来 我们用中近程的把它拦截下来 这样的话也实现一个最高性价比的一个作战 就是什么样的拳头打什么样的敌人 对不要用大炮打盆子 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意识 真的是对特别清晰 然后也真的是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防空 这个防御这个导弹体系 特别特别的强大 也是非常非常的先进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好的 谢谢